這段是要說明PikPik 整體性痊癒的那個介面不用額外點擊 還有合併 合併刪除 還有這個文字框 方塊顯示不出來 還有一個箭頭上文字消失的問題 大概就是這一些 那個圖文教學網址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那你覺得這個 播放速度太慢的話 這邊調一下 調到1.25或1.5 那這個地方先講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 先解一張圖 我在前面講過這個頁面叫做整體性 權益設定 那這個地方是不用另外額外點擊的 這個地方 那只有到那個譬如說箭頭的這種的 單獨性個別設定這個 才要另外點擊 因為 這是他有一個物件衝突 我後來覺得應該是所謂的 單獨性跟整體性有衝突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先示範一下 譬如說是移動 移動了這個 移動了就不用額外另外點擊 在其他地方 這個也不能額外點 你額外點就消失了 是這樣子 這個不能額外點的 就是 整體性的權益設定這邊的 這邊的 不能額外點的 不用不需要額外點擊 其他地方 是 這一個頁面 這個頁面叫做單獨性個別設定 你才要額外點擊 其他地方 不然會有物件衝突的問題 是這樣子 OK 比如像這個選取在前面已經講過 然後點擊一下這裡 這樣子 你額外點就沒有意義 你額外點會跳到那個 跳到這個視窗 跳到那個單獨性個別點擊 的視窗這樣子 返回上一步 感受夾記 那這繪圖也會用到 譬如說你不要用箭頭或用框框 來做 那個對某個目標物 強調的話 譬如說我這邊可以加1 用這樣 就是這個繪圖功能 然後這個地方是第2 譬如說這個第2 那這個聲音第3 好了之後 我再把它剪下來 就是 你遇到問題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所以說 繪圖也不需要 填滿也不需要 填滿是 是 衝到什麼沒有用 那個應該是物件又衝到不知道怎麼樣衝到 沒有用 是要點一下 這樣子 他是這樣用的 這個我很少用 他就是你 那個選了顏色然後 把某個顏色取代掉 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黑色取代掉 這個 這個黑色有沒有 用這個 粉紅色取代掉 點一下 或是我要用咖啡色取代掉 點一下這樣子 他有這個作用 好 那這個也一樣 這個就是前面有講過 那最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權益性的 你不需要額外 點擊 其他地方 是到那個單獨性的那個頁面在 需要額外點擊 避免物件衝突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權益性講完 現在講一下合併跟刪除 合併刪除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他有一個問題 他有一個問題我跟大家講一下 比如說我在這個地方 敲了一個字 敲了這些字嘛 把它放大一點 敲這些字 然後我把它 後面背景把它填滿好 填這個色 那這個字我把它放大一點 36 比如說是這個字 好 那我現在 我不用合併 那我現在用箭頭 這樣子 箭頭畫不出來 他會指到上一個 這個地方 物件重疊 常會點到上一個物件 這時要先合併上一個物件 就這樣子 這個時候這個物件要跟底圖合併 它的功能在這裡 這個物件 是跟底圖合併掉 合併掉就不能點了 但是沒有關係 你可以按 這邊的那個 返回上一步 或Ctrl加Z 它就返回上一步 這樣你還可以 繼續修改這個文字 但是你要在 這上面有沒有 你再加一個箭頭 指到哪個地方的話 你要先用合併 先點一下合併 把這個框框 這個物件 跟底圖合併 要不然 它的那個 拉不出來 這是物件重疊 物件重疊 它會顯示在上一個物件 這個大家試一下就知道 那我現在要用 這個箭頭 才可以畫 如果沒有合併的話 它會 變成上一個箭頭 好 這個是箭頭消失的問題 這樣子 在這上面畫的時候 有沒有 我要再畫第二個箭頭 有沒有就會指到上一個物件 那就要用合併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物件你不要了 沒有關係 你畫錯不要 Ctrl加Z 或返回上一步 你還可以修改 這樣子 那刪除也一樣 那我再把這 返回上一頁 就是說這個物件你不要了 你可以按 快鍵的Delete 感作家 我還要返回上一步 那個上一步 你可以用快鍵Delete 或者是 刪除刪掉 這樣子 快鍵Delete 那在那個前面我講過 快鍵Delete的部分 好 那跟合併的功能 刪除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 就是說遇到一些狀況要知道怎麼處理 他的這個 他的物件衝突的部分比較 因為這套軟體畢竟免費 加減用 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把那個螢幕截圖之後 你要對那個圖片做一下 處理 就是要用他的這個繪圖系統 那他的這個 這個 圖片編輯器 他有許多的物件衝突 那我們知道要怎麼處理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這樣就是把它合併掉 他的意思 你要理解他合併的意思是把這一張圖 或是這個物件 箭頭物件 或是框框物件 這個框框物件 這個我前面有講過要切成五天嘛 這個又是一個物件衝突 要把它合併掉 那合併掉沒有辦法改對不對 沒有辦法改就返回上一步 感錯家計 這樣子 那我現在講一下這個 箭頭消失 就這一個 箭頭上的那個字消失 是怎麼處理 把這個刪掉 講一下 這個 比如說我在這上面 再敲一個字 一個字 1 1 這個 然後點一下別的地方 然後再 畫第二個箭頭 再敲一個字 2 他還在啊 這個 3 這些都還在啊 那就是說有一種狀況會不見嗎 會消失一半 像這樣子的 好 字一半 還有一種狀況 我這個沒有拍到圖 是跟大家講有一種狀況是那個箭頭 那個箭頭 會變成一半 就是說這個箭頭這個地方會消失 那個是因為你還沒有合併了 沒有合併之前都會有 有沒有 它是一個物件 它會這個箭頭上下的會消失 沒有關係你重拉一次 你只要這次上面重拉 它的物件就會把它刷新掉 是這樣子 那 像這樣子的你確定那個物件沒有問題的話你就點擊一下合併 避免它那個箭頭會消失 就是說 消失跟那個字 箭頭上面的字會砍一半掉 那這沒有關係你只要點到這上面有沒有 你再沒有合併之前 你這個再拉一下再給它動一下 它的字就會出來 還有箭頭也會出來 這樣子 或者是 有沒有這個箭頭這裡它上面還有這個 你點一下這個 然後這個地方給它 它的意思就是說讓這個物件有沒有重新刷掉 這是一個它物件這個箭頭的地方會消失 還有這個地方會消失它有這個問題存在 好像這樣子 一般不見了 還有一個那個箭頭 上下變 上下那個不見了 那這個 這個處理就是在刷新 那個物件重新刷新 你可以點擊這個小白點讓它 拉動一下它就會出來 那你確定這個物件沒有問題之後 你確定是指到這個地方 你就點一下合併 合併掉之後它就跟底圖 合併了 這樣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好這個地方 大家自己去嘗試一下 就是因為它有許多的這個 圖片編輯器有許多的 這個狀況跟問題 那需要 長時間的摸索 那我們只需要知道怎麼處理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那我講一下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是 文字方塊圖不見了 這個狀況是這樣子的 我 我把它 重抓一張好了 這個是這樣子的 譬如說我在這邊弄了一個字 然後我添加了底圖 切了一個底圖 底圖好了 然後這個字色 我切這個好了 這樣子的 然後 我沒有合併掉 這是沒有合併才會出現的狀況 然後我再 用文字 它那個會 我忘記了 是箭頭嗎 還什麼的 會消失 它有一個狀況是那個文字會消失的問題 就是 那個你這樣子點來點去有沒有 就是這個文字的部分它會消失掉 然後我切過來 然後再切過來這裡 看一下 然後文字方塊它會有一個 消失的問題 那這個消失的問題 你就是上一步 反為上一步或者是直接把那個物件砍掉 那個物件砍掉 直接重做是這樣子 直接重做 它這個地方我弄不出來 已經出現很多次了 它就是那個物件有一個消失的問題 就是箭頭或框框 用一用有沒有 回到整體性的權益設定這一個 回到全體性權益設定這一個 點擊文字方塊 它會有一個那個文字方塊 有時候會消失用不出來 就是這沒有辦法常常發生 就是說 將就點用 然後就是 你返回上一步 或者是直接把 直接把那個 那個砍掉 然後再重做 是這樣子 只能這樣子處理 它有一個消失的問題 我現在弄不出來 它有時候會有 有時候會沒有 是這樣子 我再試一次 記得是 這樣子嗎 然後我輸入字好了 我記得是切換嗎 那這個地方我前面講過 你這個字輸入完這邊點X 那你要加 加什麼的 然後再切過來這裡 背景 它會有一個那個 那個字會消失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釋不出來 那就是說你假設你有遇到那個字消失的問題 你只需要取消 或者是直接Delete 重做 就是點擊一下別的地方 然後再點擊 下文字方塊 把它重做 是這樣子 好 那這段的解說 就到這裡 大概就是一些狀況處理 還有那個 這篇主要是說明這個全音訊 不用額外點擊 跟 和平刪除 還有 那個 箭頭消失的問題 箭頭消失就是 重拉 點擊白點 或者是其他的 地方那個 參數重抓 重新刷新 就可以了 他有一個是 智慧一半不見 跟那個 上下 那個箭頭會不見的問題 重刷就好 還有一個是文字方塊用不出來 就是重做 就是有一個部分 你就是返回上一步然後重做是這樣子 好 好那大家那個可以點擊一下訂閱 然後 那個 小贊助 用這個連結 那這段視頻就解錄到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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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